中国天气网宣中秋小长假已于昨天22月正式开始,预计假期期间,我国主要呈现出北平南雨的天气格局,北望秋高细爽,是一出游,南方则是雨水平平倒塌,从西南到江南,华南的大部地区。 都要与雨水相伴,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早晚天气寒凉中秋假期期间,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以情好天气为主,只是内蒙湖东部,黑龙江,吉林金坡有小阵雨,其中黑龙江西北部有中雨,内蒙湖东部个别地方,还有可能降下雨加雪。 中秋节当天,24日,西北地区的降雨也有增多,但主要是以小雨为主,雨是不大,虽然以情为主,但受冷空气的影响。 今天内蒙古中东部,东北地区,华北西部和北部,黄淮,江淮等着人会有四到六级的边位方,东北地区中东部,华北西部,黄淮中北部等地气温将下降四度,局地六度。 降温之后,北方早晚的气温比较低,尤其是东北、华北北部等的最低气温不足十度,内蒙古东北部最低气温在零度左右,寒意十分明显。 内蒙古、山西大部、河北北部等地区,早上出行或许,要穿毛衣棉衣才够暖和,气象专家提醒,内蒙古、辽宁、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区。 地可少,到昊月当工的美景,但中秋夜这些地方气温将普遍不足十五度,气感较凉,一穿厚点的外套出门赏月,南方气温是一却多因与山区旅游须,谨慎随着冷空气继续向南推进,暑热天气几乎被削减殆尽。 高温今年在我国天气舞台上的告别演出也基本宣告结束,预计即明天,冷空气将扔在南方过越,再次打压气温,三十度以上的温热将被局限在华南一带,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转为舒适宜人。 昨天,云南徐境是马龙区马过河镇,出现暴雨洪楼,龙田被淹,流应陈设,尽管气温适宜,但在高空潮和低腾切变的共同影响下,南方大部都将沉浸在雨水之中。 其中西南地区东部,江南大部,华南东部等的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天气,直地有暴雨或大暴雨。 中央信向台预计,23日80至24日80江南中东部,华南东部,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,云南西部,新疆西北部,西藏东南部等的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。 其中,江西东北部,浙江南部,福建北部等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,50到130毫米。 上述地区局地半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,气象专家提醒,西南大部地区阴雨不断,中秋节等天江南见月亮真容。 此外,由于低层冷空气的渗透,江南一带午后交易,发生短时强降水和雷暴等强对流天气。 南方的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,尽量避免前往低阿极地置趁入地区游玩。 老公众市场,发生短时强降水和雷暴等近距离。